我最惊愁的鬼故 血缸 它是蝙蝠血 蝙蝠血 一个肥我加的是血浆 我太太吹个笔 我看到的居然不是我的太太 上两个星期你说接下来下一节 你会说一个关于你自己亲身经历的 关于一个总降的事件 这些幻觉幻听是每一次会有人跟我讲 去死啊你留在这边做什么 刚开始我就不理他了 就以为是压力大 然后再加上有幻觉了 看到一些萌萌叉叉一些影子这样子的东西 后来越来越严重 甚至晚上我不能睡觉 我想应该去看医生了 但是医生只是开镇定剂给我而已 只是讲可能你压力大 再到后来我开始脱发 好像那些鬼剃头这样 我的头发一个洞一个洞这样 每一个人看到我都说压力太大了 你需不需要放假 然后慢慢的我的那个宽庭越来越严重 有人开始在我旁边讲话 整天说一些很负面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 这是那些灵体还是什么东西 我还是以科学的方向去想 应该是太大压力了 这是真的太大压力了 到后来我看到一些东西了 很实体的了 不像以前之前看我只是在墙壁黑市里 这个维持了多久 从你幻听的那个开始到 三个月 哇三个月 三个月 那时候我的体重啊 三个月前的体重我是110kg 40寸腰 三个月后 我剩下80kg 我的腰变成30多 哇这样很 头发 很大很害怕哦 真的是那时候 真的是很大很害怕的 人家看到我 我家人开始看到我 好像有乖乖的 问我是不是需要换工作还是什么 我讲 不需要啦 钱嘛 所以不要找钱哦 到后来 有一次 令到我真正害怕的是 有一天晚上我睡觉 我转身 我太太睡个闭 我看到的居然不是我的太太 而是另外一个女神 我杀 那时候我开始怕 喂 很恐怖 这个是 我想知道你前面的 前面的那一段 你讲幻听室 你可以具体解释一下 是什么样的状况吗 你的感受到 只要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 我会听到一些声音 一直很负面的声音 一直讲 他一直要你去死 他是讲 你这样子的东西 你又绝不住 去死掉 死掉他就一了百了 总之一直很多负面的 画在我的脑海中 想 他不是耳朵边 是在脑里面 一直想想想 这个声音的 我就感觉像 他像一直给负面的情绪 你看到你的 不是你太太 她是什么东西 以外那时候 另外一个女孩子来的 你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 那时候我还是很清醒 到还没有 还没有到严重的地步 慢慢的 我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有时候 我会挺平 好像喝醉酒 断片 就没有了意义 我不知道 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面 有时候我的同事 我刚才你做什么你知道吗 我做什么 我不是静静坐着吗 我不是跟你讲这话吗 其实那短短的几分钟 我突然间 突然大笑 有时候我回来 忽然间哭 你哭那一段是没有 短短的几分钟而已 我哭还是笑 还是做什么东西 有一次 我自己拿刀来隔自己 哇老 所以我身上有一些疤痕 现在还留着的就是 那时候我自己拿刀来 去隔自己 在很短的时间里 短短的 我看应该是几秒钟 因为我突然间我醒来 我有一个做什么 我拿着刀 哇 很恐怖 有时候我开车啊 开车开到一半 那时候我整天去 澳大厦 晚上开车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 你去撞下去了 叫我去撞下伤的 哇 你的意识不够的话 真的亏被他影响呢 所以我是 那时候我以为 我是精神分裂症 因为有不同的声音 在我的脑海里面是响 有时候我们看戏 也是看到 有可能我的精神分裂症 可能我另外一个人格 跑出来 然后自己本身的人格 突然间不见掉 我是想到这样 所以我看医生 每个医生跟我讲 是压力大 就是开那种镇定器 给我好好睡觉 不管我吃多少力 甚至安眠药我也吃 我也是不会睡 我睡不少 那时候我是睡不到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三个月里面 我收了二三十几个 那肯定有问题啊 一般来说 你的家人 你身边的人 是以为是你精神出状况吗 对对对对 因为刚刚好 刚刚好 意义上我又是因为绳子嘛 工作量多嘛 其实我都分配得好好 然后有时候我开车 晚上的时候 会看到那些 五角级 那些店的 那些地方 很多银子站在那边 那些店没有开的 我会看到很多银子 很多人站在那边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 那些傻的人 晚上不回去 站在那边做什么 我朋友就没有出神咯 然后第二天 他们跟我讲 你是不是需要去 找一些宗教的 师父来看一下了 他讲 其实那些店是没有开 而且是没有人的 我讲 哇 我的幻觉越来越厉害了 之前是看到猛杂杂的影子 现在 甚至连 实体都看到了 就你看到那种人是实体的 对 他不是影子 很清楚了 不是影子了 然后 还有出去葬礼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去世了 本来是给了那些摆进之后 要去看他最后的遗容 结果我不敢进去 为什么 我看到我朋友 就坐在他的尸体旁边 看着他自己 你的体质已经变成 那种灵异体质了 对 这是 后天 他帮我拢到这样子 后来 一个机缘之下 我认识到了一个师父 是不收钱的 OK 他是讲 我是中了江头 但是他知道是谁下的 不过他不跟我讲 因为他是怕我去 报仇 他是叫我放下 他帮我解 那时候那个师父带 一大堆人来 来我家 就开始去check 那些江头 原来是飞来我的家 就是准准射给我了 那个江头 而且我也吃到了 那个江头了 他有放在我师父那边 就是身边的人 就是同事 只有同事 家人是没有可能的 只有同事才坐得到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那时候我在office就 有泡茶盒啊 就被放在桌子上嘛 那个师父就讲 跟我讲 你是不是很喜欢你 泡茶 泡美露 还是泡茶什么之后 被没有喝完的 喝一半就放在桌子上 是啊 你就知道 就是给到他机会 我离开去 厕所还是去哪里的时候 给到人家机会 在我的茶那边下料 哇 卖你一举毒哦 所以我是 他是把两种一起来 你知道吗 放料一起下过来啊 通常是比较严重的case啊 他是不可以下肚子吗 不晓得你这么严重啊 你喝了下去的话 就很严重了 对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会停贫 突然间一拿刀 自己来割自己 他们来的时候 开始 开坛做法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但是当他们一开始 真正进入那个疑似的时候 我就断片了 没有疑似 之后他们 是我家人讲给我听 我在那边跟他们打架 而且是很多灵体 跑上来我身体 他们是讲了 是有人要我的命 通常都不是一个的那种 轮流 轮流上来 他们去守咯 然后 后来 那个师父就 他们讲 对于空中了 这样传话给对方的师父 他是讲 叫他守守 不然 这样子兜下去 大家都没有好处了 这个是之后 把我家人转述给我听的 就讲你找的师父 帮你那个师父 就跟对面的师父讲 其实他们是用 你是以灵对灵来沟通的 因为这样下去 他讲 两败去伤 而且最后伤的是对方师父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 而我认识师父是整个team的 他还有很多土地在上面 然后 那时候我还吐了 把我呕吐出来的东西是 黑黑了 他是跟对方谈判 谈判 对方守守 他才能可以慢慢的 就帮我移 其实我花了整年时间 我要在那个庙那边 静坐 打坐 而且我身上是 每一天我到那边 脱掉衣服 他拿那个朱砂在我身上 放完整战 我在那边打坐 他也是怕对方猛后期 所以我用一年的时间 才真正知道 那个人没有在 射那个江头过来 我才慢慢的好回去 我觉得你要够强大 才能够回复 对对对 那时候真的是 我都说了 我三个月里面有什么 东西可以令到我瘦 30多kg的 我整个人是很弱的 是虚拖那一种 而且照 本日的 说法 我的分析来说 你是 工作 最旺的时候 才 种这个东西 就是 那个师傅讲 刚刚好遇到 我的 我的运气 洗完狗 我那时候死运了 嗯 是生起来高的时候 不然我已经死掉了 哈哈哈 而且你是一个 我这样子听你讲话了 你是蛮正常的 嗯 如果你是一般人啊 伤得很透的那种啊 我觉得 多数人都以为它是 精神有问题 所以 那时候 我 我根本都不跟我老婆讲 我太太讲 我转过身的时候 是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子 哇 有时候我看到 那些人的脸啊 就好像我跟你 你坐着我对面讲话 嗯 你突然间你的脸 会浮现出 另外一个人的脸出来的 哇 真的是中将头的那种现象 哇 有些天平那些 真的是很 啊 是很高 高烂 我跟你讲 哇 你醒来不是傻眼 就是想整个有血在你手 还是什么 对对对 但是我呢 现在身上还有流着那些疤痕的 但是我在想 我 我 我没有想到那种灵体啊 还是 僵头 还是什么的 嗯 我只是 在想 喂 是不是我的 啊 精神分裂 真太厉害啊 后来 因为我有从那个师父的徒弟那边听到,其实是公司里面的人独击我啦 我猜到是这样子了,需要就出道这么绝吗 那他没有跟我讲是谁,他讲总之是公司的人 他们讲,我问他,我还要拿着命啊,他讲 他们是找师父讲去做这个人罢了嘛 所以可能有些师父要出名,就直接够顾虑咯,他没有跟他讲要做到怎么样啊 他讲我就是不要这个人 最值得探讨的是你中间的那一句,里面有讲的,师父不给你知道是谁 就怕你去找他寻熟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恨的,我真的是很想杀,有一种想杀掉他的念头的 我问为什么你这样子来对我,我会杀掉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甚至我的家庭啊 我太太问我是不是你中情将啊,中将者将头他们 女孩子第一个会想到是,外面有女孩子还是什么的嘛 所以他令到我健康啊,差一点没有掉,事业差一点没有掉,家庭差一点没有掉 我认识的那个师父啦,他就讲,还是要有山啊,心山啊,善良的山 不要想着复仇,放下一切 这个也是方法之一吧,我想他有啥是原因的 因为他讲,后来我知道是谁做的,是因为那个人得到绝症 哎呀,反弹的啊,别搞笑了 对,就是谈回去给那个人 这个是绝对的 不过当我看到,当我看到他那时候,毕竟不在了,毕竟不在人世了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本来我是有仇恨的 但是看他这样的样子,算了吧,无所谓的 反而我更同情他 就可能你这一个想法啊,就讲,向善的那个想法,救了自己 嗯,应该他讲,不要晕晕胸伯哦,是讲 总之我们走的直,向善,不要去一直报仇啊,这样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啊,我们有时候 嗯,看到的一些 反面的东西,是我们心里面的反射 嗯,你看到鬼 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个鬼 你有从黑色树,我们所说 那些东西才能够 侵犯你的,哦 对对,然后那时候,之后 现在我渐渐明白啦 其实他们用的也是一种叫做道教的那一种乌鬼啊 嗯怪 他就是召集那些固碗野怪来弄我咯 就是为什么我会看到 你的脸突然间会变成其他人脸 为什么我转过身看我太太的时候 会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子的脸 哇,这个恐怖耶,这个 真的嗯怪带那些灵体来弄我 嗯,只是以这种方式来弄我 嗯,这个无鬼的这个方式你怎么样知道的呢 啊,师父开始帮我结匠的时候 嗯,我一年的时间我在那些庙打坐 嗯,在那边修行 嗯,修回那些那些气啊,那些磁场 因为好像我已经肮脏了,黑了吧 嗯,就是要去弄干净他的时候 我就听一些细节啊,细心啊 嗯,有时候我就问一下他们了 他们讲给我听了 OK,他的那个派别啊,道教的是吧 呃,不是,是呃,泰国的 哦,泰国的 我中那个是叫雪浆 啊,两边来啦 一个飞来我家的是雪浆 鱼工 嗯,对 不是那些鱼精鱼啦 它是蝙蝠鱼,蝙蝠雪 哇欸 在我家门口啊 我瘦身咯 哈哈哈哈 听,听positiv啦 对啊,就是瘦了 就是,这么多KG哦 30哦,30多 30KG哦,然后 不过同一个时间啊 嗯,他也是打通了我的 阳毒医毛咯 就是打开了我的眼睛 过后你就看到鬼咯应该 我是后天性 嗯,对 给他无形中打开了啦 对对 因为我已经 connect到那些灵体了 嗯 我现在有时候 偶尔会打坐下啦 因为我不想去看 嗯 有时候真的是 你看到他 那时候啊 我开车啊 我看到他们 我恢复中的时候 我开车 在路上晚上 看到他的时候啊 很差 我只要想一下罢了啊 一个 一个念头罢了啊 一个想 心里想Shit 又是 这样子罢了 他就跟着我了 很奇怪的 他们知道我的想法了 你的意念嘛 我看到 很,我控制不到的嘛 这东西 有时候一经过偶尔看到 那时候开始习惯了啦 我就慢慢开始clear完我的 这个这 清理着我身体的那些 啊 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啊 嗯 我以为 会不正常咯 嗯 有时候偶尔还是会看得到 然后我那时候 还想如果我在外面搞雷人 玩雷人 找女孩子 嗯 中招带回家 是我自己带谁的 嗯 白楼我现在工作养家 拼的时候 那些人家看不够眼就 有本事就用工作来打赢我嘛 就不需要下这种东西给我 哇 有一些人就喜欢玩这种东西啊 对啊 呃 那时候那些 他那个人是靠近北部啦 就是靠近 他们是在吉达靠近泰国的 对 而且那时候我终于知道 原来在 吉达走到一个本郎的地方 嗯 原来是一个小米女泰国出来的 嗯 嗯 很多泰国人在那边 很多师傅在那边 嗯 他们讲的那些 什么鬼啊 怎么样去见到鬼啊 都不恐怖 因为鬼是直接给你知道 我就是要 而且人是搞头皮啊 你不知道他想什么的 哎呀 那个人 那个人平时对着我笑嘻嘻的 哈哈的 特空请下我喝茶这样的 原来他就是那个鬼更恐怖的 就是你形容那位朋友 他后来也是 啊 他已经走了 发生事情 而且走了啊 就是一反弹的时候啊 嗯 我想不到那个时间这样短啊 半年里面他就打包了 真的是打包 不过还是奉劝大家咯 就是讲向山咯 就是我是接那个师傅的 话来讲啦 就是向山咯 不要去挤仇恨就对了 是正确的 所以 你这个东西也是教会很多朋友了 啊 尽心你还能够跟我们 分享你这个故事 我觉得很珍贵 谢谢你 谢谢你 最真实的灵异节目 记得subscribe 按下个钟仔 最终更多灵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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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